- 還是要到這個超哥先進場 我們會差一點點線嗎 目前還是往這個方向去提起高訴 高他的部分其實我們目前也沒有想過任何和解的可能性 所以這個案子可能就會繼續跑下去 反正一切就順其自然 既來自責案子 一個網紅的身份來說這件事情好了 的確很多社會大眾可能對於網紅的印象可能也不是那麼的好 那但是我倒是覺得就當作它是一個負面教材吧 如果以我自己的角色的話 可能是關於一些毒品的案子上面的一個負面教材 同時我也可能在這段時間裡面經歷了很多被大眾放大警示 我想於紅柏超這個案子裡面 他也可以作為一個很好的負面教材 讓大家放大警示關於暴力的案件 就是法律上面他會是怎麼判斷 因為這個案子其實我們當下也沒辦法有太多的證據可以提供給檢調單位 所以這件事情我們就是盡我們一切的可能性 然後讓這件事情讓大家看到一個關於暴力犯的一個行為 跟他的結果會是怎麼樣 所以我也希望可能各位無論是司法記者還是媒體的朋友 你們也可以持續的去檢驗這件事情 看看當中無論是警方有沒有提供足夠的證據 又或者是說在他這個結果上 因為我當時可能人也不在 我在服刑了 那這件事情我也希望得到一個很好的負面教材提供給大家 因為對我來說打也被打了 那告也告了 但是如果最後他可能還是說簡單的傷害罪就能下樁的話 我想對這個社會也不是什麼好事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夠多多關注這件事情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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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